好,今天又是固定一年會錄兩次的影片了 現在已經好像變成習慣了 那今天是我33歲生日 對,活了33年,有點誇張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因為覺得33歲代表我的人生理論來講 應該已經過了至少三分之一,對吧 畢竟過了99歲滿困難的 然後可以又說是又過了神奇的一年 好像每一年都覺得過得很神奇 可是好像每一年都比前年更神奇 最近實在是發生很多事情 然後這一整年,你看我現在又到現在這個地方 可能算是之前影片已經有 從去年年底來珠北到現在 你看去年在錄生日影片的時候 32歲生日影片的時候我還在台北 那現在已經快離開台北一年了 然後這一年就是不管是在各個方面 都改變了非常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開始又回到一個固定的工作 雖然我一直都回到固定工作 但心裡覺得是一個 就是會前置生活型態的一個固定工作 就是每天早上去上班這樣子 OK,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整個就感覺差了非常非常多 就是好像所有的東西 開始體會開始感受不一樣 我覺得不管你的思想在什麼自由 你的生活的改變 都會給心裡再來很大的很多的感受 就是有時候都會想說 到底人是有自由思想的 還是沒有自由思想的 到底是我們的思想是來自於我們的環境 那如果我們那麼容易被環境可以改變 然後透過我們對人的互動 跟環境的互動 跟事件的互動 我們的想法就會改變的話 那我們到底還有沒有自由的思想呢 對,人有沒有自由意志 這是個大的問題 不過沒關係,三日沒什麼話講這個話題 對,那這個今年比較大的改變應該創業的部分 從去年1月開始投薪的商業模式 第一次算是從0真的走到1 對,雖然這個1很小 就是1而已 但是至少我們抓到了一些客群 至少是第一次做商業會有收益 雖然這個收益不多 但是至少開始有收益了 跟之前其實在做需求 好像就又差了很多 那自己的其他地方也差很多 不管生活啊 不管是遇到的人啊 其實都差很多 那今年比較大的體驗 體悟大概就是一個叫做 目的 目的也就是選擇 OK 另外一個叫做累積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是有點相輔相成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做事情沒有一個目標 那我們今天不管做任何的事情 其實它都不太會對 因為既然沒有目標沒有目的 那它就沒有辦法去衡量它是好還是壞 它是對還是錯 那只要抓到了一個你認定的目標之後 我們先不管討論目標到底是對還是錯 如果今天抓到一個目標 我們就可以開始累積 你做越多就會累積 有點像說假設我今天 當個工程師 那假設我今天混了一年 我這個工程師這一整年我都得打混 都沒幹嘛我就是打打雜而已 我也不太用腦 可是我終究還是會學會一些東西 終究別人在看我的時候 就是我是有一年年制的工程師 那當然我的一年年制不等於 另外一個很認真工作一年年制能學到那麼多 可是它還是累積的 這個就是在固定目標底下的累積 那如果我今天當了一年工程師 那我這一年非常認真 我學了別人十年的功力 其實是這樣 可是我明年我就跑去做 好我跑去做行銷好了 那我又從零開始學 其實我又很認真 然後我也很天才 假設我是個天才 算不是 然後我又從一年學到了別人十年的年制 然後我又跑去大行銷 跑去寫寇 對 其實終究 這個世界的知識 這個世界的邊界是百分之百 接近沒有邊界的 我們即使這一個行業有十年的經驗 有十年的累積 說真的也不算什麼東西 其實一個天才 他能夠樹裂大概就是人類這整個知識的背景 這個知識球 外面往外再凸一個點 一個小點 大概就跟我們置物在地球的最外面這層 邊緣像個蘋果皮一樣 所以如果今天沒有一個目的 沒有一個目標 沒有一個要幹嘛的事情 那不管怎麼做累積都沒有用 那如果今天做了一個目標 那剩下就是 就是累積決定這一切 而累積就會取決於這個東西有多好 那哪怕我今天 一個天才他做了一年 可是你必須一個老人 那做二十年其實還是難超越 那當然就是說 累積的天才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不管怎麼樣人 就有人的受限 我們有很多東西 得去累積 我們有很多的東西 有目標 那如果要再談到人類的感受 以及我們在意什麼樣的東西 的時候又變得更難了 所以往往 目標 是 滿虛幻的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目標 要去看 那怎麼決定我們目標 似乎只能來自於 我們人生活中的累積 所以它變成一個循環 就是我們認定一件事情值得做 那是因為過去我們的經驗 告訴我們這個事情值得做 而不是因為 它不是禁貌出來的 這個活到一個好像一個 循環的一個感覺 就是我們累積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得到下一個 我們想要幹什麼東西 然後就這樣 然後你不斷不斷不斷往前走 後來就覺得 做成這東西 真的很像在做新創 對 我們今天 先有一個 我們相信的目標 然後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做到一定程度 我們從0走到1 然後我們就發現 OK這個東西 這個不是真正用戶要的 我們要去 所謂的PIVIT 我們去走轉 我們就會找到下一個目標 我們找到下一個目標 我們累積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又發現 下一個更值得做的東西 就是一直這樣 走轉走轉走轉下去 直到 真正做到 對的PIVIT 然後做到 PIVIT之後 就真正的中 你走到 對的1 那個1 就變成10 就變成100 然後就這樣一直漲下去 可是好像也是這樣 所以 覺得 慢慢的 在這一年 因為 總算有個1 所以我覺得看到的東西 有的確長得不一樣 說實在也蠻慶幸的 沒有因為之前做了幾年 然後都 什麼屁都做不出來 好像就 就放棄了 雖然說 雖然說做起來好像也就是那個樣子 也沒有真的起來 對 現在還是不能靠這個東西過火 那這個東西就不能算起來 離自己想要到的目標還很遠 不過 我覺得也有幸好做這些 讓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今年雖然風風雨雨 然後 嗯 嗯 說真正說 我覺得不開心的事情好像有沒有比開心的事情少 甚至可能多不止一點點 可是整體來看還是覺得蠻棒的 我得說這 就是選擇去走一條 不是很合理的路 不是很 大家看得到的路 去走 就是試著去走自己的路 本身還是有非常多有趣的東西 那 只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就 不太能去管說 欸 自己是不是 一個人走到這個地方 因為畢竟自己看過的每一件事情 可能 神體加起來是一個很獨特的 一個視野 可是 如果去把這件事情 拆成很多小部分 那每個小部分 其實都是有 很多人 跟我們自己想的 跟我們這個 不是啊 像我的例子 跟我想的東西是一樣的 大概就這樣吧 這就是 變成33歲的體悟 然後 變得越來越老了 又老一年的體悟 OK 今天就這樣 掰掰